第401章针尖队卖王 主持人道 非常感谢王教授的医学经验分享 下面有请高原老中医治疗极为重症实录的作者高原医生上来分享他的医学经验 众人诧异于高原这么简陋的名头 能上去做讲座演说的专家 哪个不是顶着一大堆名号啊 大学教授这种都是最基础的 能叫出来的都得是什么省其名中医 什么国家奖项获得者 什么学者 什么特殊津贴享受者 单介绍名头都能介绍一分钟 结果到高原这儿就剩一个作者名号了 高原倒没什么想法 拿起自己的手写稿就往台上走去 台下众人都怯怯思语 对这个老人他们充满了好奇 可在好奇之中也难免夹杂着很多轻视 毕竟此人之前太名不见经传了 现在又什么名头都没有 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郎中罢了 王鸿生也微微摇头 出于礼貌他一直是看着高原的 只是嘴角却时不时往下拉了拉 内心的轻乱一余言表 何方则重新攥起了拳头 一下一下轻轻往下按 像是给高原打气似的 高原 高华信轻轻念了一声 而后拿起了笔 你们看 你们看 高老拿笔了 拿笔了 何方非常细心 立刻就发现这个小细节了 旁边学生赶紧看去 见高华信已经做好记录的准备了 会议开始到现在 高老第一次拿笔啊 旁边人纷纷惊讶 这些学生也有样学样 纷纷拿笔准备记录 高原坐到台前去 拉了拉话筒 试了试音 喂喂 嗯 各位学术界同人 各位同学 你们好 我是中医高原 今天我分享的经验题目 是我闯经方两大关 时间有限 我就简明扼要的说了 我闯经方的第一关 为计量关 我行医四十多年 一直奔波在农村地区 农民生活贫苦 非道不得已 不敢轻易言译 每每送来便已经是重症 九死一生之垂为绝症 也经常能见到 我这人有个很不好的缺点 就是有点不自量力 不管病人到了什么地步 总要想着去治医治的 说到这里 何方赶紧看王洪生的脸色 这位大教授不是一直在说 中医治危急重症是不自量力吗 果不其然 王洪生如雅的脸色顿时一僵 何方差点没憋住校 好家伙 这就要开思了 这帮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大学生们 一个个都兴奋起来了 高华信也忍不住看高原一眼 都是老头子了 怎么还是这个德行 高原接着往下说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 我逐渐摸索和提高医术能力 勉强能治一些重病 但遇到垂危病人 十之七八还是就不回来 我也困惑了很久 难不成古籍中记载的那些棋子回生 妙手回春都是夸张骗人的 重景靠着这些方子 曾经活人无算 怎么穿到我的手里就救不了人了 我始终困惑难解 一直遇到一个很奇妙的巧合 有意心衰垂危老妇 家人已经在准备后事 要我去之也只是想进一进最后的人事罢了 老妇已经神志昏迷 面露死气 迈向似有若无 按照我的经验 基本上是就不回来了 我就留下了三级人参死泥汤 已经最后余力 单级的父子用到了一两半 按照现在的计量换算也就是四十五克 因为家里在办丧事 杂事很多 负责监药的儿媳 早忘记我的嘱托 慌忙芝士竟把三福药全煮了下去 然后又去忙别的事情 等回来芝士 才发现三福药已经煮得不剩多少水了 已经是很浓的药汁了 本着花了钱就不能浪费的原则 他就拿着这一碗药汁 一小勺一小勺味给婆婆 一碗喝完 差不多半个小时 老妇就醒来了 知机所食 次日便能下床行走 如此又活了十八年 也因此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思索剂量问题 高原说得非常简单平淡 可台下听的人全是异谋 高原又道 随后我便开始闯剂量关 在治疗各类型新衰垂危症的时候 逐步提高负子剂量 一直用到单剂一百五十克左右 重症大多能拿下来 可面对垂危之症 却经常还是是生死参半 竟有一半能救回 这样的结果 已经让全场专家很是诧异了 用纯中医的手段 能把垂危心衰就活一半 已经很了不起了 高原随后道 这样的结果 我是很难满意的 全场专家齐齐一将 好吗 他们刚说牛逼 人家就说垃圾了 高原道 而后我又继续在临床中观察 农民看病实属不易 心梗了又怎么样 哪里来的救护车 多少村子连鸡羹路都没有 汽车都通不了 他们倒想送去大医院急诊室 那也得有啊 他们能选择的只有中医 所以中医绝不能辜负人民的选择 王洪生嘴角微微抽搐 人家这是明着对他了 刺激 大学生们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高原道 农民都信任我 垂危症也都是送到我这里来 也给了我继续观察和治疗的机会 而后我发现这些心衰病人 衰竭的不仅仅是心脏 而是全身阴阳气血都在散湿 人参似泥汤 只能回阳 却守不住散湿的全身阴阳气血 这个时候我又引入了张希纯的来福汤 用山鱼肉固托 反旧五脏气血脱湿 收敛父子回收之阳气 龙母二药 故神射精 故守元气 后加入活此时维系阴阳 射香急救醒神 如此在于此等垂危病人 像古籍所宰必死的七绝脉 或者大医院放弃治疗的垂死病人 只要是心跳未停 一息上存者 那就回之数已有十之八九 这便我闯伎量观的经历 也是我自创就新方的来历 听到心跳未停 一息上存 就可救回十之八九 会议场内终于捧不住了 全场哗然 大专家们都坐不住了 学生们更是奇奇激动 他们一直幻想的不就是小说中的活死人 肉白骨吗 可是 可是这是真的吗 王鸿生突然间有点慌乱 若高原说的是真的 那他折腾了这么多年的中医治疗 慢性病的研究 可就要白下一半了 那他的研究可就不再是主流研究了 忙活半生 难不成要毁在这个老头身上 你 十之八九的数字 你怎么得到的 你怎么来证明 王鸿生竟不顾体面 站起来询问了 高原往外指了指 我听说会议后有临床病人的研讨 一时便知 我素来重视实践 不喜欢古代如意那般宠上空谈 王鸿生差点没骂街 他的外号就是如意 第402章选病人 这场研讨会也因为高原的发言 而偏移了方向 接下来 已经没多少人关心这些专家们的学术研究了 而是都在等着看高原大展身手 这下子连岭南一派这些东道主们都纷纷苦笑 谁能想到居然会闹这么一出 大家都看向了邓老 邓老则扭头看高华信 高华信抬头看天 心中默念 谁也看不见我 谁也看不见我 高原把剩下的稿子讲完 他闯的第二关就是毒郡关了 讲了一大堆猛药毒药的超级量使用 把眼前这帮人给震得一愣一愣的 台下的学生们则是兴奋了 现在正是武侠小说武侠影视最热的年代 所以高原也因为这次讲座 有多了一个外号独一 高原下台之后 这些专家都不知道该不该鼓掌 而旁观的学生们却是拼命鼓掌 有几个闲眼包甚至开始呐喊尖叫 场面一度非常热闹 接下来要讲课的专家可就背了催了 哪里还有人愿意听他们逮吧逮啊 他们在上面讲 这帮学生在下面聊 好几个专家脸都绿了 主办方紧急商议了一下 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就把原定在明天的宜南镇会诊时间内容 挪到下午了 吃完午饭之后 这些专家就去医院了 这个改动倒是让大家都挺满意的 毕竟现在大家的目光都在都在高原身上 牛皮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拉的 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溜游才行 午饭后 一行人轰轰烈烈去医院 这些学生自然不能全跟去 不然医院可就被他们挤满了 但何方这几个有工作牌的学生 可就兴奋了 因为他们是可以跟着一起去的 一下子 这几个人都吃香起来了 旁边同学拉着他们 要求全程给他们发短信直播治病情况 反倒是身处漩涡中心的高原依旧非常平静 收拾完东西就去吃饭了 邓老还特意去问他 高大夫 病人的资料你要先看一看吗 好 高原没有拒绝邓老的善意 邓老让人把病例给高原 高原翻阅起来 邓老又询问 有没有什么困难和疑虑 要是有困难就跟我说 可以给你换成你擅长治疗的那类疾病 毕竟我们是做学术研究 不是搞期末考试 高原却道 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场大考 对中医来说 同样如此 邓老微微一正 而后汗手 中医近况已经极为窘困 一头埋在养生调养和治疗 为病领域出不来 整个行业都像是被人砸断了脊梁一般 高原收起病例 他道 中医人不怕困难 怕的是看不见希望 邓老问 你想怎么做 高原道 有垂危的心衰病人吗 邓老微微一致 他道 你真要挑战这个 高原道 你是怕我失败 邓老不言 高原洒然一笑 说 我若失败了 丢人现眼的我 与整个中医界并无什么损失 只是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老头罢了 邓老看高原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高原也看向邓老 况且 我也不会败 邓老被高原的狂言弄得心中一阵 治病救人哪里来得万全把握 哪怕是一代名医也很可能折在小毛病上面 他不由问道 为什么你有这么强的自信 高原郑重回答 因为我的背后站着的是万千尚无医保的普通群众 邓老缓缓点头 而后转身让人联系医院 午饭后 大家去往附属医院 王洪生不远不禁在高原后面跟着 他就盯死了高原了 到了医院 大家直奔回一世 其他疾病都已经不能够起众位专家的兴趣了 大家只想看高原起死回生的手段 素来儒雅的王洪生教授更是忍不住说道 我看高原大夫已经寄养难耐了 不然让高大夫先来展示展示 我们也好跟着学习 大家看王洪生 而后又齐齐看高原 好啊 高原淡然答应 邓老看了高原一眼 又转头问高华信 高老 你怎么看 高华信还挺幽默 怎么看 当然是邓大眼睛看了 既然所有人意见都统一 那就没得说了 邓老安排人直接上大招 医院的正副院长点开病人资料说 现在有个新衰病人 我们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本来是准备下午出院的 既然咱们专家团都来了 医院就跟病人家属商量了一下 让他们多留了一会儿 大家看看资料 众位专家心中微微一沉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医院放弃治疗的垂危病人 病情怕是已经到生死一刻的程度了 副院长介绍道 这个病人姓吴 55岁 患有风湿性心脏病12年 顽固性心衰5年 心工三级 近5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 情况一直很不好 我们来医院治疗已经一个月了 但情况一直在恶化 急性心衰和病逝颤 心率到212次每分钟了 病危通知已经发了 病例和治疗情况都在上面 大家看看 单听副院长的介绍 众人就忍不住择舌 都这样了 中医还能就回来吗 虽说在座诸位都是中医专家 但面对已经到这般地步的病人 他们心中还是没有把握 甚至有个专家忍不住到 应该早一点让中医干预治疗的 要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介入 我想情况不太会恶化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的 王洪生也道 这就是要发展中医治疗病学科的意义 上工就齐萌芽 把疾病消灭在细小萌芽时 才是最优的选择 其他人也点头 而高原看完病例 说 病人在哪 带我去看看 这边请 副院长伸手请人 高原起身出去 随即一大专家都跟在了他身后 何方等学生更是一边发短信 一边信冲冲跟在最后面 远在学校里面那般经历过剩的学生们 更是头碰头 挤在一起 在德志高原选择了一个即将病危 出院的病人之后 小伙子们都热血沸腾了 一个个在宿舍里面嗷嗷叫 第403章 一个半小时 到了病房 副院长道 这就是那个心衰垂危病人 已经转出来了 转到普通病房了 众专家看去 只第一眼 众人纷纷皱眉 患者莫暗无神 面如死灰 头汗如油 一路死相 高原沉宁上前 拍拍对方肩膀 可对方神志昏迷 无法回应 并且不停在喘 气息很弱 高原又伸手叹了 叹病口气和鼻息 他道 神志昏虎 喘不能言 气息奄奄 口鼻气冷 有闲不住的专家 也跟上前检查 他掀开被子一看 说 小便失禁 另外一个专家 摸摸病人四肢 说 手脚冰冷 四肢绝腻 哦 手腕 手肘 手臂皆冰冷 撕 大腿也冰冷 腹部冰冷 妈呀 全身冰冷 只剩胸口余温 众人心中一沉 连正在发短信直播的 学生们也是一愣 都说人走茶凉 这病人不都快凉完了吗 高原比他们更细心 看一眼舌头和病人手脚 他道 指甲 最纯 舌头皆青子 之前掀开被子的专家 按了按病人的肚子 他道 腹部骨胀 然后又按了一下脚 皮肤线下去一个大坑 他道 下肢肿烂如泥 王洪生频频皱眉 他见病人还在吸氧 又看一眼 肩护气 问 血压多少 主管医生摇头 已经测不到了 众人纷纷无语 好吗 怪不得要病未出院 这事已经到大县了 能不能活过今晚还是一回事 那是应该要出院的 好歹能死在自己家里 总比死在医院里强 连邓老青了也忍不住嘴角抽抽 他问 高大夫 要不换个病人 大家反倒都在看王洪生 毕竟是这两人针尖对卖王 王洪生道 别看我 我没意见 邓老也微微汗手 王洪生气量还是很大的 再说了 他可能也觉得拿这个病人来考验高原 有些太过离谱了 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了 副院长立刻说 那行 那我们去看下一个病人 谁知 高原并不接受他们的好意 他道 医学是有限的 治不了所有的病 但医者的心事无限的 不该放弃任何一个病人 众人齐齐一正 何方忍不住道 高老师 都这样了 还能治 高原松开了病人的手 他道 已经测不到脉象了 寸口脉如油丝 好吗 那还置个等 高原又去病人脚步诊断下三脉 也只剩下太息 根部微弱可辨 其他两脉也很难分辨了 果然是棘手万分 高华信 扭头看邓老 邓老看副院长 副院长一摊手 摆出很无辜的样子 仿佛在说是你让我给整个大的 邓老闭上了眼睛 诊断结束 高原缓缓站起 转身看着众人 他道 患者此刻命悬一刻 性命垂危 五脏绝症已见其三 周身被重重因寒围困 只此生死一线之际 当一大一粒破音回扬 展观多门 方有回天之力 见高原真开始了 大家全部一惊 高原看向振奋的何方 他道 何方同学 道 何方几乎是跳起来的 高原问 我见你一直在看我的书 我的救星方会背吗 会 何方毫不犹豫点头 高原道 帮我开方 好 何方赶紧夺过纸笔 刷刷写了起来 高原道 父子用这二百克 其余不便 写了一半的何方愣是打了个哆嗦 抬头看一眼高原 再看见高原那坚定无比的眼神 他咬了咬牙 接着往下写 多少 王洪生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其他人也以为自己听错了 现在父子用量标准还是在九克以内 这你码是超了多少啊 高原接着往下说 加陈香粉三克 油柜三克 冲服 云陵 则谢个三十克 那气归甚 利水消重 副院长无奈看邓老 他道 这伎俩我可担不起 邓老是仔细读过高原著作的人 知道对方就是这风格 他看向高华信 高华信跟高原认识几十年了 对他非常了解 他没有犹豫便点了点头 邓老对副院长道 我签字 走我的处方出去 好吧 副院长只得答应 剑和方已经写好处方了 高原又道 无火急肩 随肩随惯 这 副院长又迟疑了 高原问他 这也有问题 副院长道 我们很少开急肩方的 高原立刻明白了 无火急肩适用的是急救 没有中医急救 哪里来的无火急肩 何方却道 没有问题 要方抓好药送这里来就好 我去解决其他的东西 好 高原答应 何方赶紧指挥旁边几个同学 让他们找开水 找锅子 还拉人跟他一起去 王洪生忍不住问 父子有大毒 需长时间炖煮才能消减毒性 你用这么大的量 还无火急肩 一头大象也能被你毒死了吧 文言 副院长看向邓老 问 要不再斟酌一下 这要是按照邓老的处方开出去 到时候病人被毒死了 病人家属要是闹起来 那就麻烦大了 高原皱眉 之前在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他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现在到别人这里了 多了一堆掣肘 恩老说 不必了 我拜读过高大夫大作 此刻毒药便是良药 由此大毒才能展观夺门 起死回生 这便是高大夫闯毒郡关的内容 你们前面都没认真听吗 众人恶然 速开 恩老极为果断 好 副院长也啰嗦了 拿着方子就去药房了 亲自督促快速拿药 而何方那几个学生也跑回来了 他们去医院外面的打边炉店里 借了一个炭火炉子过来 还带着一个大锅子 何方跑得呼呼冒汗 连也被炭火灼得通红 可他还是非常兴奋 他道 我们实习的时候 都是去这家店改善伙食的 跟老板熟得很 这个炉子一点问题没有 很好 高原不得不称赞这几个小伙子 他们把炉子放好 何方拿着扇子拼命的扇 其他同学把锅子架上去 开水倒进去 很快就报废了 药材也拿上来了 倒进去一通爆煮 高原道 少量频频灌服 护士们你看我 我看你 没人敢上前 我来 我来 何方把扇子给旁边同学 撸着袖子拿着小碗 他道 这是店里调蘸料的小碗 不知道有没有洗干净 凑合用吧 说完 他拿着店里的汤勺跟打边炉似的 咬了一勺子汤进入 赶紧吹了吹 降点温就往病人嘴里灌 其他同学也有样学样 咬一点出来 赶紧降温给病人灌服 这帮学生忙个不停 在学校里面蹲守的那帮精力过剩的同学们 则快疯了 啥情况呀 怎么没有短信传回来了 一个个急得恨不得拿脑袋撞墙 高原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道 继续灌 不要停 大家的心不由悬了起来 王洪生眉头皱得很紧 问老仔细盯着病人病情的变化 全场只有高华性面无表情 非常淡定 继续 别停 高原语气催促 学生们累得满头大汗 被炭火烘得面红耳赤 但却是兴奋极了 也只有心怀理想的他们 才愿意陪着高原疯狂这一把 看着这些年轻学生如此狂热的模样 这些专家心中动容 曾几何时 他们不也是这样的少年吗 只是现实和岁月的蹉跎 让他们变成现在这样漠然的样子 加油 一位专家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加油 另外的人也喊了起来 而后众人齐齐鼓劲 加油声不绝于耳 王洪生看看左右 再看病人 他也轻轻咬住下唇 真的可以就活吗 约莫十分钟 高原摸了摸病人的身体 他道 养回了 病人开始回暖 继续灌 不要停 什么 众专家切吃惊 一人上前一摸 剑针开始回暖了 他兴奋的一个转身 大喊道 你们这帮小子让让 让老夫来 老夫手脚麻利 他卷起袖子 就要去帮忙 结果一不留神伴在人家脚上 BIO的一下 冲撞进人群里面了 丢人了 丢人了 专家无脸 又五分钟后 高原摸摸病人手脚 他道 手足回温 杨灰绝腿 而后又摸摸病人身体和观察了病人呼吸 他道 暴汗收敛 喘息安定 一群人全挤上来看 学生们也呆住了 一个小时后 病人苏醒 知其所食 心率降至一百次每分 一直守在病人床前的高原 终于放下心中大石 他对学生们道 病人拖鞋 只是简单的四个字 全如同珊瑚海啸一样冲进所有人的心里 学生们更是兴奋的欢呼起来 调料碗都甩飞了 短信也不发了 直接电话打过去报喜 而后学校里面这些学生也一个个都疯狂了 宿舍楼都快承受不住了 王洪生愣了好一会儿才看手表 一个半 一个半小时 邓老长出一口气 展露笑颜 他道 高大夫 佩服佩服 高原道 您客气了 邓老又问 那接下来要怎么治 高原道 扩大战果 原方再开三集 三小时服一次 昼夜连服 多 多少 只要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邓老 也忍不住打了个磕半 高原问 没听清 听清了 邓老有些哭笑不得 我只是担心药房的父子够不够你用的 高原只是微微笑笑 他道 上个厕所 人老了 憋不住了 说吧 高原转身 众专家接目送其离去 一专家说 此次之后 他必然名扬天下 另外一个专家惊叹道 湘野村医 竟有这般回天神力 自叹不如 自惨行贿啊 高华信遥望高原的背影 他淡淡道 湘野村医 其实他早该名扬天下了 你们只是不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 众人看高华信 高华信目中露出追忆之色 王洪生心神大乱 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萦绕在他脑海里面的就只剩下中一两个字 何方则是看向高原离去的方向 看向了你属于未来的光亮 四日下午 病人水肿消退 心力降至82次每分 已能下床 后主管出院 第404张代徒弟 总的来说 我是个幸运的人 解放后 我在首都上了大学 大学里学的是文学 看起来跟医学关系不大 但有句老话叫做食如酒医 足够的古文底子 为我自学中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后来我就蒙冤返回家乡 一边行医一边学习 逐渐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 农村条件艰苦 医疗资源极为短缺 农民连医生都没有 就更别说还能选择什么科室 去分类治疗了 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不是喊口号 而是真真切切要做到 人民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没有什么擅长不擅长 爱好不爱好 无非是人民需不需要而已 我算是赶鸭子上架 所以复科 儿科 内科 包括一些需要手术的疾腹症 我都尽量尝试着去治 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 掌握了一些治疗方法 自学中医第六年 我摸索出了两个方子 一个就是你们看到的旧心方 治疗被重重阴含 围困阴阳弥散的冰死病人 需要用到大量父子破阴回阳 另外一个方子就是公毒汤 此方是在大黄牡丹皮汤基础上加减而来的 破个重用疮毒剩药金银花 排毒止痛的芙蓉叶 再加上一蚁人 冬瓜人 透浓散 清热解毒排浓 还有刑气消肿的中药 因为疾腹症来是急凶 而农村配药又极为不便 所以整个方子用量很大 整体的思路 就按照一天解决一个疾腹症来设计的 一般来说 普通疾腹症一剂药就能定乾坤 严重的两剂左右 价格不贵 通常一服药在我们诊所不超过十块钱 所以有些专家说的 中医治疗急性完尾炎很麻烦 还是应该交给西医去开刀 这个观点我不是很赞同 高原又坐到了发言台上 这一次大家都坐在下面 所有人都老老实实拿着笔 认真记录高原的经验 上次高原讲话的时候 许多人漫不经心 甚至轻视对待 可是这一次 所有人老实地跟小学生一样 高原用自己的实力 让所有人闭上了质疑的嘴 见高原又说到了急肤症 众人不由把目光再次投到王洪生身上 之前就是王教授一直说 中医治慢性蓝尾炎还可以 急性蓝尾炎还是送去做手术比较好 王洪生神情也微微一僵 而后逐渐复杂起来 高原也看向了王洪生 他微微叹了一声 说 首先 西医的手术治疗的确非常有优势 而且蓝尾炎手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 很多县级医院也都能做 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些没有手术条件的偏远农村呢 那些没有医疗保障经济贫苦的农民百姓呢 你让他们怎么做手术 他们要是得了急性蓝尾炎 怎么办 农村条件远比不上城里 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远不及城里人 他们能依靠的只有中医 无论是从中医自身发展而言 还是从保护群众生命健康而言 中医都应该站起来 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医简便连艳的优势 一根针 一把草药 用最省市低廉的方式去治愈疾病 给万千贫苦百姓不同的选择 也给中医一个新的机会 高华姓文言 站起身来给高原鼓掌 邓老起身鼓掌 而后 王鸿生也站了起来 认真的鼓起掌来 全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掌声持久不绝 高原的话 无疑是给处在迷茫期的中医 打了一记强心针 告诉了这些人 其实中医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 台下那些学生则更是各个面红耳赤 激动得不得了 高原的这一喜患 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 甚至推动了中医界的变革 会议后 他们又去了医院做会诊实践 高原依旧当着他们的面 使用了自己的宫都方来治疗急性蓝尾炎 效果很不错 本来预备的病例都是一些疑难杂症 但因为高原的勇猛 所以又临时加进来了好几例重症 甚至有几个垂危病人 高原也一一给出治疗方法 效果都挺理想的 一次两次还可以说是偶合性中 一次又一次就是真正的实力了 广东对新事物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工作效率尤其高 才第二天 大批记者就涌上来采访了 当然 对象主要是高原 一把年纪的高原 被这长枪短炮的场面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高华信就在高原身边 他对高原道 去吧 为了你心中的理想 高原扭头看他 高华信微笑道 我认识你几十年了 也很了解你 你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心中永远有不可磨灭的理想 高原对其微微汗手 赶快这么多年的相知 而后慢慢迈不向前 可却又回头看他 高华信也只是笑 高原再度回头看向前方 他知道他这一步踏下 将要面对洪水滔滔 他将再也无法安定了过完他的老年生活 他这一把残躯将要丢进柴堆里面燃烧干净 高原洒然一笑 而后用力迈不向前 一日 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高原的报道 研讨会也到了尾声 这次研讨会最大的收获 就是发现了高原这位奇才 各个专家跟高原攀谈了起来 已经有好几位想要邀请高原去他们那儿了 邓老也找了高原 高大夫请坐 来 来杯茶 您客气 高原也非常客气 邓老道 这次过来招呼不周 还请见谅 高原连连摆手 他道 已经很好了 我这个小野村妇哪里见过这么好的环境 这几天都吃胖了 邓老也笑了 高原看了看对方 他直接问道 邓老 您要是有什么想说的 想提的 请尽管开口 邓老道 那我就不绕圈子了 我非常敬佩高大夫你的医术水平 还有你治疗危机重症的能力 哎 想必你也清楚现在中医界的环境和情况 年轻一代很迷茫 水平也跟不上来 我们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我们搞研讨会 也是因为这个 为了培养这些年轻医生 我们想借着研讨会 来邀请一些有能力的中医 帮我们带一带这些孩子 所以 不知道高大夫一下如何 听到要让自己带徒弟 高原却突然沉默下来了 见高原不说话了 邓老把眉头皱起来 他问 是有什么不方便吗 是涉及医学秘方 还是什么的 高原道 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秘方不秘方的 您看过我的书 应该知道我不怕别人学会 我怕的是他们学不会 第405章 舍我其谁 听到这里 邓老笑了 这你放心 我们特意选择过的 都是很有想法 也很有能力的年轻人 这样 要不你先看看 或者你有别的人选 也可以提 好 高原 高原点头答应 你的医学观点 何方马上说 高老师 我一定会认真学习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我也特别想做像您这样的医生 其他人纷纷开口向高原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高原听完他们的话之后 神色不为所动 反而有些不是滋味 他道 我的东西难得不是方子学不学的会 也不会理论能不能理解 而是你们的心境能不能够得上用这些方子 几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 没弄懂 何方壮着胆子问 高老师 什么是心境配方子 不是根据病人病情来选择方子吗 邓老看向高原 然后又看这些孩子 目光微微有些沉重 高原压了压手 别站着了 找个地方做吧 大家又看邓老 邓老对他们点点头 几个小年轻找地方做 高原道 跟你们讲个真实的一案吧 几个小年轻赶紧点头 高原道 有这么一个病人 女 22岁 患肝血劳三年多 双胃空洞行肺结合 并为出院 雷兽脱形 四肢枯细 体重锐减20公斤 骨症潮热 昼夜不止半月鱼 双全晏若桃里 口苦 舌光红无抬而肝 食少 肝可能瘾 脉贤而树 前一用轻骨散夹硅板 黄禽 同便为止 几个小年轻有些不明所以 邓老却已经皱眉了 高原也在观察着几个年轻人 其中有个年轻人见高原不说话 他主动问道 高老师 这个处方是有问题 何方思索了一下 问 老师刚才特意说双全晏若桃里 是不是有带阳症的特征 高原看他 刚才询问的那个年轻人却说 可病人昼夜接骨症潮热 这明显是重阳无音 所以脸红也有可能是肺劳的表征 况且病人的脉象也是树脉 高老师 我是不是说错了 高原摆摆手 放心大胆说 讨论的时候不怕错 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说出来 就算说错了 那也是一次很好的改正和提高的机会 笨 年轻人点头 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 劳病一般都是因为养火灼阴 火炎水节 针因消瘦 综合病人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这个方子应该是对症的吧 说了半天 他又有点不确定了 于是又看高原 其他学生也看高原 高原往下说 病人服用一次之后 急不思饮食 睡前服用二间 血膝便 鼻民之事恶逆贫贫 大汗绝逆 面如死灰 喘不能言 脉胃欲绝 啊 几个小年轻都是一惊 刚才说话的小年轻也是一愣 他还说是对症 这一记下去人都快死了 高原道 前一位服了他一碗参汤 而后送到我这边来 我以当西纯是来富汤和身负龙母旧腻汤 就扬顾托 红身父子皆用到了三十克 干姜也用到了二十克 是心热燥烈的大脊脂肪 而用于脸阴的 也不过是山鱼肉一味药而已 就像这个同学说的那样 古之一家皆认为牢病是因为养火灼阴 火炎水节 针阴消瘦 物质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病人生死一刻的时候 你敢看破重重迷雾 用这样的大心大热的造裂房子吗 如果就回来了 那自然皆大欢喜 如果没有就回来 找你麻烦的可不仅仅只有病人家属 且不说中药化验机构 就连中医同行都不会站在你这一边 因为他们也不一定会赞成你们的治疗方案 年轻人们顿时哑口无言 高原语气剑变得有些伤感 妻子回声 尿手回春 听起来是多么美好的词 可常在喝边走 哪有不失邪 我们无非是在走钢丝而已 这些年我的确救了很多垂危病人 可同样的 还有很多病人是我就不了的 我们那边农村人都很淳朴 哪怕物质了 也不会去找麻烦 没就回来 他们也只会觉得命该如此 可城里不一样 尤其是你们这样的大城市 都能把神圣无比的同志两个字无名化 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 走我路者 须有菩萨心肠 才可行霹雳手段 须有舍得一身寡 需要有一心赋就的决绝勇气 需要有不顾个人利益安危的大无畏精神 才能在生死一刻之时 果断用方 力挽狂玩 这些 你们做得到吗 几个小年轻都呆住了 而高原则更伤感了 他想到了这个肺劳病人 也想到了严巡 在严巡给他的那张纸条上 他看到了雷兽托形 四肢枯息 体重锐减20公斤 还有双全晏若桃里 他就知道 严巡已经明白 自己物质在什么地方了 就像高原说的那样 物质不可怕 可怕的是物质之后 医者不能挽回 最可悲的是 医者明知道如何挽回 可却不敢挽回 最让高原难过的 就是他知道严巡有这个能力 可严巡却永远失去了这个勇气 也是在那个时候 高原才觉得自己的东西 彻底失去了传承 如果没有一心赋就的精神 他教再多的方子和理论 都将是空谈 见几个小年轻已经不敢说话了 高原也没有怪他们 他只是一兴阑珊的挥挥手 平和地说 没关系 而后 高原站起来要往外走 刚打开房门 却见王洪生站在门口 高原微微一正 王洪生看着高原 他恭敬地去了一宫 道 老师 我叫王洪生 是一个中医 我想向您学习 我相信我有这个决心 可以学到您大一精诚的精神 一心赋 就绝不考虑个人得失 高原这次真愣住了 他真的没想到王洪生会来这么一出 连邓老也意外极了 何方就站在高原身后 他也大声道 老师 您还记得您在我书上留下的寄语吗 菩萨心肠 梯立手段 复兴中医 舍我其谁 老师 如果年轻人都没有血性了 那中医就不再有胃癌了 那我们还学个屁啊 高原回头看去 见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 复兴中医 舍我其谁 复兴中医 舍我其谁 第406章进去了 高原收完徒弟之后 就先回了老家 王洪生教授也正式败入高原门下 对这个大教授 高原还是很佩服的 能这么放下身段的人 确实不多 当走下火车的那一刻 高原看着县城的面貌 不禁有些唏嘘 广州一行 让他感觉自己似乎是在梦中 南方大城市的包容和发展 确实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县城能比的 走在县城的路上 看着人来人往 高原脑海中不断浮现这些年经历的种种 最后也只能溃然一探 走着走着 高原抬头才发现 自己已经走到了中医院的门口 高原望着县中医院的大门 看着这个他一手创建的中医院 一时间正住了 他已经很多年没来这里了 这个医院虽然是他创建的 可惜遗憾的是 并没有走向他所期望的方向 离开的这几年 高原不知道这个医院变成了什么样子 有心想走进去再看看 可到了门口 高原却又愁愁了 哎 里面怎么停了一辆警车 高原听到旁边人的谈话 也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建里面真的停了一辆警车 而且还亮着警灯 警车旁边站着不少 正在窃窃私语的医护人员 正当高原疑惑的时候 就见几个便衣警察 把一个戴着手铐的人 从楼上戴了下来 高原定睛一看 随后便是浑身一震 是严巡 高原快速上前几步 看得也更真切了 真的是严巡 高原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严巡此刻狼狈极了 慌张得如同被老鹰抓住的兔子一样 衣服凌乱 头上全是水渍 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是冤枉人 我要告你们 严巡惊慌的大声喊着 虽然声音很大 却丝毫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慌张 几个警察不为所动 小巡 高原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极了 正在拼命挣扎的严巡 看向了这个方向 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衣服 陈旧的轻瘦老人 顿时 严巡腿软了 他绷不住了 眼泪扑苏苏掉下 对着旁边警察道 带 带我进车 几个警察也看了一眼老人 而后就把严巡带上了车 高原紧紧地看着警车 可警车并没有半点留恋 想着警笛开出去了 带进警车的严巡始终低着头 不敢再抬起来 高原最终也没有再跟他对视一眼的机会 警车走后 高原木然在原地站了好久 老院长 老院长 中医院里的几个老人来到了高原身边 关切地看着高原 白发苍苍的李润宇也拄着拐过来了 见了高原 他也只余下深深叹息 我没事 高原看着他们 挤了挤笑容 说 我只是路过 我要回去了 老院长 老院长 众人都围了过来 可高原却转过身 慢慢地往外走 不曾回头看一眼 到了车站 买了去张庄的汽车票 上车之后 他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划车之后 他把脑袋抵在车窗上 道路很破 汽车颠得很厉害 随着汽车颠簸 高原的脑袋一次刺刻在窗户玻璃上 严巡坐牢了 县医院的乔正被免除了公职 前路华的小舅子也被抓了 高原回到了自己村子 高爷爷回来了 高爷爷 高原跟这些年轻人点头打招呼 问他们 干嘛去啊 去中药材 好 去吧 去吧 高原对着他们挥挥手 然后就去卫生士找杨德贵 却得知杨德贵也上山中药材去了 无奈之下 高原只能跟着上山 找我干嘛 杨德贵一如既往地欠奏 高原对他道 欣赏你种地的风采 杨德贵对高原翻了个白眼 他说 我们这些你腿子跟你这样的大专家没法比 不种地吃啥 试试啊 高原无语了 又问 药材收益怎么样 杨德贵道 总比种菜种番薯强 好歹是个经济收入 这片土地是我家老爷子临终前嘱托出去的 这几年承包出去搞中药材种植 给村集体带来了不少收入 村里人也能靠着种药材赚钱 高原点点头 又看山下的田地 他问 那些地也种了吗 杨德贵美好气道 农村人没什么见识 更没什么规划 见种药材能赚钱 一窝蜂全涌上去了 自己家的土地也种上了 可他们又不好好种 还放化肥打农药 好赖全不管 品质就没保证了 关键是销路都不提前找好 你看看 好多药材挖回来就在家里堆着 高原也很无奈 杨德贵一边挖地一边说 不过我老子临终前的想法还是很有道理 搞集体经济 让懂经营的人去承包 给大家做好示范 这才是这儿八经的路子 高原对他道 你是因为承包人是你儿子才这么说的吧 杨德贵嘴角忍不住露出笑意 怎么 儿子优秀还不让夸了 我儿子带着全村人致富 我做老子的也光荣 高原摇了摇头 这时候有个中年人跑了过来 老远就喊 高伯伯 高伯伯 高原看了一眼 而后对杨德贵 你宝贝儿子来了 杨德贵儿子跑过来 满脸堆笑 习惯性地掏烟 高伯伯 抽 杨德贵劈头盖脸就骂 抽什么抽 你高伯伯从不抽烟 你也少抽点 费都寻黑了 杨德贵儿子一脸惺惺 杨德贵又骂他 撒欢跑过来干嘛 吃了蜜蜂屎了 给村里人要采销路找好了吗 一点屁事都做不好 乐颠颠干什么 发神经啊 杨德贵儿子叫去道 啊 他们销路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让他们种的 再说了 他们的东西又不好 你让我怎么卖 杨德贵举起手就想打 让你干点事 叽叽歪歪那么多干什么 这里哪个不是你的乡里乡亲 你当初是说好要带乡亲们致富 才让你承包这么多土地的 你现在想撒手不管 我没有 我这不是找高伯伯问办法吗 杨德贵儿子看向了高原 第407章改变 杨德贵又骂 你高伯伯的诊所是救命的地方 你这些品质不行的货 怎么给人家 耽误人家救命怎么办 你来负责啊 杨德贵儿子也很光棍 一摊手 那你让我怎么办 杨德贵又瞪眼珠子 高原盲说 好了 好了 这样吧 品质差点的药材 可以送一部分到我那里去卖 入药是不行的 但是做养生的日常茶饮还是可以的 我那边来的人多 应该能卖掉一部分 另外我再帮你找找 有没有药厂愿意要的 只是价格上恐怕不乐观了 杨德贵儿子则赶紧道 价格没问题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 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高伯伯 太谢谢您了 高原摆摆手 实意不要紧 杨德贵听完之后 神色也放松了许多 杨德贵儿子又抱怨道 爸 你也得劝劝他们 老这么搞 咱们帮得了一次 帮得了两次三次嘛 杨德贵也一时无言 高原也叹了一下 人心和人性是最不受控制的 他左右看看 看到了已经饭绿的后山 他道 山头开始绿起来了 杨德贵也往后看 他道 丰山玉林已经好几年了 树也有碗口粗了 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长大 更不知道啥时候才有经济产出 高原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破坏总是最简单的 培育才是最难的 杨德贵儿子突然道 爸 我还有事跟你商量 杨德贵道 说 他儿子指了指后山 我想把林帝承包下来 杨德贵脱了鞋子就想揍他 好家伙 你爷爷临死前的交代你全忘了 树还没你屁股动大呢 你想全砍了 他儿子急道 不砍树 我不砍树 这才多大 可也不能浪费啊 光放在这里 没有个二十来年 根本不会有产出 杨德贵面色不善看儿子 那你想干嘛 杨德贵儿子道 搞点副业生产 我打算山上围几块地方出来 先试着杨点跑山鸡 也山鸡 我去省城的时候 看到这种鸡脉很贵的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也搞一下 而且还可以林帝下面 种点军孤什么的 反正 总不能浪费嘛 文言 杨德贵思索了一下 突然又问 不对 你还有钱 你还有多少钱 这么一大片林帝 你都蒙承包了 杨德贵的儿子一贪手 没钱 这不是找你商量吗 见杨德贵眼珠子又瞪起来了 他儿子忙道 我是想说能不能承包费就不收了 让村里人用土地入股 然后大家一起干 到时候按比例分红嘛 多分一点出去就是了 杨德贵想了一下 看向高原 问 你觉得呢 高原道 年轻人脑子好 又肯干 肯闯 这才是承包经营的意义 我觉得可以尝试 毕竟林帝放在那里 确实很多年都不会有什么产出 可以试着多种方式经营 杨德贵道 既然你都说行 那你得帮着说话 村里人还是很愿意听你的 高原没想到事情甩回自己这里了 不过 他也没拒绝 可以 杨德贵儿子顿时乐的眼睛都看不见了 高原道 而且这事还有一个好处 两父子都看他 高原道 我这次去南方看到很多店都在卖药膳 你不是准备养鸡吗 这些品质一般的药材 试试看跟鸡一起卖 顿顿鸡得了 哎呀 杨德贵儿子闻言 思路顿时被打开了 兴高采烈跑开了 杨德贵看着儿子的背影 骂了一声 臭小子 而后又看高原 他道 怎么样 我这儿子不错吧 高原道 你倒是跟老杨叔越来越像了 杨德贵微微一正 脸上有些说不出的复杂滋味 他道 我爸从来都不夸我 我印象里面他对我就没有过好脸色 所以 其实 他是不是也灭冷心热 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 我爸就会在你面前夸我 高原摇头 哦那倒没有 走走走 杨德贵顿时气急败坏 高原离开了傅村 心情好了很多 2000年 医改再次进行 重点在于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 将医疗机构分为非盈利性和盈利性两类进行管理 乔首已盼的民间医疗资本 趁着东风快速活跃了起来 他们再也不需要依靠承报公立医院 科室来获得收入了 他们有了自己开设医院的机会 民间盈利性医院不享受任何补助 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需要照张纳税 但他们的医疗价格可以自己制定 不受限制 此后 医院机构的划分要遵循非盈利性医疗机构 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据主体和主导地位 只是这个非盈利性医疗机构也分成两种 一种是公立性质的 另外一种是民间性质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享受财政补助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各地兴起了卖医院的举措 走公立医院的路子财政要承担巨大压力 走剩下两条路财政就不会有负担了 至于最典型的宿签 则是在随后几年把室内所有的公立医院都卖完了 94年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卫生院补助下放到乡镇之后 高原他们县就开始偷偷卖乡镇卫生院了 现在有了政策的许可 怕是所有的医院都会被卖掉吧 但出乎高原预料的是 他们县并没有跟上这趟潮流 县中医院和县医院都坚持公立举办 甚至连之前引入的科室承包 也趁着这次医疗反腐被剔除出去了 两家医院实现了纯公立 乡镇卫生院的财政补助 县里承担的比例也主动提了一部分上来 减轻乡镇财政的负担 只是之前已经偷偷卖掉的那些 就没有办法了 也没有收回的计划 现在政策放开了 张庄卫生院的牌子被拿了下来 原先按搓搓放在旁边很多年的审市股商科 专门医院的牌子被挂到了最上面 张庄卫生院的牌子反而放到了下面 两块牌子的位置实现了调换 沈从云在医院门口 看着高高悬挂的审市招牌 怅然出神了许久 而高原在这样的背景下 二次难下 第408章跟上我 阿波罗男子医院 不孕不育专科医院 玛利亚妇产科医院 圆尼母亲梦 九龙医院 专业的医院 顶级的专家 一流的团结 喜和医院 华山医院 高原到达广东的时候 就发现到处都是这些 莆田系医院的广告 不愧是发达城市 民营医院成立的速度 都比别的地方快一些 怎么都是协和 华山 高原看到这样的名字 也忍不住皱眉 扁县里 甚至乡里都有 协和医院 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也没人管这帮人起名字的吗 这得造成多大的误解 何方在一旁说 喜和医院出名呗 这些杂牌子 恨不得把每个街道 都灌上协和的名字 哎 乱糟糟一片 水平不行 还瞎收费 高原也摇了摇头 老师 这边 何方提着高原的包裹 去找出租车 他道 这些年城市化进城很快 大城市几乎是一年一个样子 数不清的外地人 农村人涌入城市工作 学习和生活 从医疗条件上来说 城市当然比农村要强很多 可从医疗压力来说 城里比农村也要大很多 每年都涌进来这么多人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增长 根本跟不上 看病难和看病归的问题 其实反而在城里更加突出 而国家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 投入到医疗上 所以这就是放开搞民营医院的 根本原因 让市场化发挥作用 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文言 高原忍不住看何方 他有些惊奇道 你看得倒是挺透彻 何方笑着道 嗨 这不是谈过学社科的女朋友吗 谈过 高原还在琢磨这个词呢 何方赶紧岔开话题 接下来的很多年里 城市化的程度都会逐步提高 城市人口也会越来越多的 医疗和教育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其实不只是我们医疗行业 您看看这些学校教育 外地人尤其是农村人进城打工 可他们的孩子是很难在城里读书的 借读费他们是交不起的 所以只能留在老家当留守儿童 这就是教育资源短缺造成的 咱们医疗也是一样 现在看病多难啊 多少人连挂号都挂不到 还专门有黄牛倒腾卖耗子的呢 这还不是专家号 还只是普通号 你要是想排个手术 不走点关系 就更难了 您看这遍地开花的民营医院 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只是他们的医疗水平就参差不起了 尤其是看病贵的问题 就更管不住了 那些盈利性的民营医院 他们都能自主定价 那还得了 老师 我看新闻上说那些民营医院给病人做手术 开刀开一半了 结果临时要人家加钱的 不给钱不分合了 我也是开大眼了 还能有这奇葩事情 后来一打听 结果这事还真不少 他们都是低价骗你进去 进去之后再给你来一大堆付费的骗钱项目 高原沉沉点头 心情沉重了许多 他对何方道 你这女朋友谈得够可以 增长了不少学问 那么 他有没有说要怎么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如何防止医院乱收费 何方望了几秒之后 干笑道 这不是 这不是还没谈到这儿 就 就分手了吗 高原无语了 给了对方一个白眼 而后就大步往前走了 何方提着大包小包追 老师 您等等我 要不我试着去求复合 老师 老师 哎 老师 你别走那么快啊 到了医院 高原换上白大褂 他带的那些学生已经拿着小本子等着了 高原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而后转过身 背对着他们 轻轻挥了挥手 道 跟上我 开始吧 随后 高原便开启了广东和老家两地奔跑的时光 高原每年都要南下四五次 去带这些学生 也会应邀去医院里坐诊一段时间 而这些学生也会去高原的小诊所里 进行长时间的跟师学习 有了大城市大平台的支持 高原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不停有记者媒体来采访 慕名而来的病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不少人是穿着过省而来 他们这乡下小小的联合诊所每天都挤满了人 几个老家伙都忙不过来了 小汽车在门口停了一排又一排 所有人都在等着那个老人出现 年过七十的高原竟在垂暮之年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最高峰 他更忙了 成名之后 他几乎没有在半夜十二点之前入睡过 每次睡觉都要到凌晨 而一大清早 他就又需要起来继续坐诊治病 这也惹来了温慧的不快 家里的固定电话的铃声就没有停下来过 一天到晚都在响 甚至很多时候后半夜都还在响 气得温慧直接把电话线给拔了 而高原又无奈地插回去 高原总是说 人家既然在后半夜还过来找 那必然是遇上了非常危急的事情 不好拔掉电话线的 这一拔很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每次温慧都被气得不行 他总是说 地球没你不转了呗 你出名之前 那些危急病人怎么办 他们不过了 地球没了谁 都一样再转 谁去你不可了 高原从不与他争论 每次都是低头挨骂 诚恳认错 然后死不悔改 而温慧面对高原这块死不悔改的 软绵绵的滚刀肉 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高原则是把锅都丢到李胜利的儿子李伟明身上 小李同志每次都是这样对付他妈的 小同志把他这个老同志都给带坏了 影响太恶劣了 可惜 高原的解释好像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因为温慧听完之后更想拧下高原的狗头 另外李伟明也结婚了 找的是同村的一个女子 还生了孩子 孩子快到上学的年纪了 老李家算是有后了 孩子的名字也特别有意思 李伟明起的是李继胜 是想孩子继承他爷爷李胜利的精神 认真为人民服务 奶奶何宇相当不同意这个改名 非要李伟明去改 李伟明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 然后就死活不肯去 何宇气得没法子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 叫听劝 反正他每天就这么听劝 听劝地叫 希望孩子长大之后听劝一点 别像他爷爷 他老子这幅死得行 因为高原的出名 也因为联合诊所的爆红 旁边的沈氏骨伤专门医院也受到了影响 跟沈从云决裂多年的沈氏兄弟 也有了跟沈从云和好的想法 第四百零九章回归 爷爷 唉唉 沈从云有点手足无措 爷爷你坐啊 站起来干嘛 沈从云又赶紧坐下 小金吧 唉呀 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 沈从云又看了看大孙子旁边站着的姑娘 有心想问 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严宽压了压手 都坐吧 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拿平茅台 沈从云看了看两个儿子 而后又低下了头 没敢说话 饭桌上陷入了一种诡异且安静的尴尬气氛 等酒菜都上来之后 严人拧开茅台 倒到分酒器里面 而后先给沈从云倒了一小杯 他道 爸我们先走一杯 啊 好好 沈从云局促地举起杯子 可是直到喝下去之后 他都没尝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严宽微微叹一下 说 过几天就是妈的忌日了 我们全家人一起去看看吧 这么多年都是分开去 妈看了估计不会开心 沈从云抬眼看看两个儿子 而后又低下了头 严人则说 爸 其实我们一直挺关注你的 这段时间也有不少报纸媒体来采访你 好多人都知道你两脚爷爷的名号 还好 还好 沈从云已经很不习惯在儿子面前说话了 现在拘谨又客套 严宽又给自己灌了一杯酒 他道 沈家医学的牌子我已经挂到医院最上面了 爸 回来吧 严人也看沈从云 小辈们也看沈从云 沈从云看两个儿子 又看看小辈们 他有些犹豫 我 这 可是 严宽道 我们不会逼着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 你年纪也大了 又能干多少事 你还是做你的小儿推拿 收费你自己订 我想还是两毛钱一次吧 毕竟两脚爷爷的名号不能丢 听完 沈从云有些意外 可他又道 可是我那边 我那个 严宽又倒了一杯酒 说 你不用离开联合诊所 你自己选时间 他们那边待个几天 再来我们这待几天 具体天数你自己定 我们不干涉 这回 沈从云是真的惊讶了 他看向小儿子 严人也对其点头 表示这是真的 当初他跟两个儿子闹掰 不就是因为这两点吗 怎么现在他还没开口 他们就同意了 但很快 沈从云就明白过来了 当初他两个儿子不想让他去联合诊所 是觉得诊所离卫生院太近了 会跟他们抢生意 他这个做老子的 总不能帮外人针对自己儿子吧 他们想让沈从云一起留在卫生院里 跟着他们挣钱 可现在不一样 高原成名了 联合诊所人满为患 连带着他这个两脚爷爷也跟着走红了 多少病人穿着过省来联合诊所看病 此时的联合诊所 跟他们卫生院就不再是竞争关系了 相反 盐宽和盐人还想从联合诊所这边 分认一些病人过来 或者说 他们想借着联合诊所 来提高自己医院的收益和知名度 而最好突破的点就是沈从云 所以这就是他们同意 沈从云两头行医的原因 说的更准确一点 他们现在更希望沈从云两头行医 这样才能把他们医院跟联合诊所拉上关系 在不了解内情的外人看来 甚至会以为 这两家单位其实是关系密切的一家人 沈家两兄弟的医院挂的是古商的招牌 而这个门类 联合诊所里面做的是很少的 所以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尖锐的竞争了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父子和好的饭局 沈从云全想明白了 可真等想明白了 沈从云心里却挺不是滋味的 一方面 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不仅没有成为子女的负担 反而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助力 这让他觉得自己至少不是一个无用的人 可另一方面 当初父子决裂 是因为两个儿子认为自己影响了他们的利益 现在他们来和好 也是因为自己现在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利益 来也是利益 去也是利益 全然没有说到亲情 这让沈从云不免觉得心中凄凉 见沈从云始终不曾说话 颜宽看向儿子 对着小金汗手示意 小金带旁边的女孩站起来 他道 爷爷 刚才忘记跟您介绍了 这位是素素 我们快要结婚了 沈从云恶然抬头看着他们 反映了几秒钟之后 他下意识便在身上摸索起来 可摸了几下 手却突然顿住了 按照道理来说 他第一次见人家姑娘 是应该给人家见面礼的 可他没准备 可就算他准备了 他也给不出什么来 一把年纪却身无常物 竟没什么能留给后辈子孙的 这让沈从云突然难过起来 颜宽把酒杯推到沈从云面前 他说 小金结婚的时候 你还得做主桌呢 爸 回来吧 为了孩子 沈从云颤抖着手举起杯子 酒不停洒出来 他努力挤出笑 好 好啊 沈从云回了医院 再两家单位来回炮 每周在联合诊所待四天 在医院待三天 而沈家兄弟 也把沈从云的名字 挂在了专家栏的最上面 并且在找报纸打广告 他们还让沈从云以后 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要提议提他们家的医院 这才是他们自己的产业 高原倒没什么意见 反而让沈从云放宽心 不要想太多 沈从云孙子大婚的时候 高原还特意陪着他去喝了喜酒 还给包了红包 这让沈从云感动得稀里哗啦 言宽和言人也是兴奋不得了 他们特别想邀请高原 去他们医院做诊 还让高原尽管开条件 只是高原拒绝了 高原告诉他们 他愿意来喝喜酒 是给沈从云面子 不是给他们俩面子 这让两兄弟颇为尴尬 可也无可奈何 有了这句话打底 这两兄弟就不敢 不对沈从云更客气一些 毕竟现在是他们 在帮联合诊所 蹭高原的名气 而沈从云则更加眼泪汪汪 他从认识高原的那一天开始 高原就一直在帮助他 从未停止过 高原拍拍沈从云的肩膀之后 就去忙他的事业了 春去秋来秋来春去 沈从云抱上了重孙子 而入狱的严巡 也终于等到了出狱的时候 出去之后 重新做人 走吧 别回头 严巡有些亮腔的出来 刺目的阳光晃得他真不开眼 他左右看看 根本看不到来接他的人 他只得又把头低下来 蹒跚着走到路边上 裹紧了身上单薄的衣服 明明现在天气舒爽 可他却感觉很冷 他慢慢在路檐上坐了下来 低着头 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 老婆已经跟他离婚了 孩子也从没有来看过他 他寄出去的信 每次都被退回来 说是无人接收 他也不知道老婆孩子去了哪里 入狱之后 他不仅失去了事业 也失去了家人 一把年纪的他 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 尽管出狱了 可他却不知道 有什么地方是他能去的 一想到这里 严巡止不住的悲伤难过 他用力地扣着自己的手 划痕一道又一道 泛出鲜红的破碎感 干嘛 想自残 突然 有个声音在头顶响起 严巡抬起头 泪眼婆娑中 他好像看见了他老师的面容 第四百亿是张万般皆是命 高原看着严巡 心里也难受得紧 不过五十来岁的年纪 却已经满头白放 形容酷高 脸颊深深凹陷 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和挥之不去的颓废 短短两年 严巡的状态性还比不上他这个老年人 老 老师 严巡结巴了 他努力地睁大眼睛 想看清眼前的人 可他又不敢睁得太大 因为他怕自己看错 哎 高原沉沉一叹 听到这熟悉的叹声 严巡赶紧起身 可枯瘦的身子已经站不直了 总是半勾搂着 他紧张地看着高原 而后又羞愧地低下了头 高原问他 没人来接你 严巡不敢抬头 羞惨地轻轻摇头 高原看看四周 他说 现在知道什么是过眼云烟 因果循环了吧 你以为的光芒万丈 繁花似锦 可没有人民作为基石 那就比电影光幕还要虚幻 呜呜 严巡失声痛哭起来 他蹲在地上 痛苦地用力抓着自己的头发 哎 高原再次叹了一声 他想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 前世他急急盈盈 最终还是落得各二进攻 家人也因他受了牵连 今世 他努力做人民的医生 也才有了今日的局面 高原看严巡 心中稍柔软了一些 他道 也怪我 忙于各种杂事 疏于了对你的管教 让你在时代的浪潮里面 忘了自己的初衷 这一点 我这个做老师的也有责任 老师 我知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严巡抱着高原的大腿 放声痛哭起来 高原心中更难受了 眼眶也湿润了 这是他的大弟子 也是陪着他走过最多年头的徒弟 他对严巡的期望 甚至比自己亲儿子还要高 看着严巡一步步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高原又怎么会不难受 他的心几乎跟刀割一般 不知道多少个日夜 他都在责怪自己 抚着严巡的满头滑发 高原心疼地说 怎么白了这么多头发 严巡哭了好一阵 才渐渐停歇 高原没有车 他带着严巡 提着包裹 两人慢慢往外面走 走了几公里 才到有人烟的地方 高原在路边上找了一家小饭店 要了两碗面 跟严巡吃着 高原问严巡 接下来什么打算 严巡小声说 不 不知道 高原又问他 要去找孩子吗 严巡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说 他已经不想理我了 是觉得有我这个父亲很丢人吧 我 我很想他 可我不敢去找他 高原看着门外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到 你李叔过是这么多年 你有去看过他吗 严巡道 没 没敢去 高原道 吃碗面 先带你拜计你李叔吧 文言 严巡有些紧张地抓着筷子 而后胆怯地轻轻放下 爷俩再次启程 坐了公交车 然后去汽车站转车 一直到下午才到了李胜利的坟墓前 高原 高原拔了把李胜利坟前的野草 把几样祭品摆好 他道 一起摆摆吧 两人对着李胜利的坟墓三鞠躬 高原看着墓碑上模糊的照片 他对严巡道 去我们诊所帮忙吧 现在来诊所求诊的人很多 天南海北都有 单靠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有些忙不开了 严巡转头呆呆看着高原 高原也看他 说 没有哪个父亲会放弃自己的孩子 就像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放弃自己的学生 严巡顿时眼眶通红 高原与众心肠道 人生总有许多勾勾勾勾 吃一欠才能长一致 这个教训对你来说有些深刻了 但你更应该要牢牢记住 你欠当地百姓的 你自己来还 严巡摇头 他道 我已经是个满身污秽的人了 不能再害了您和李叔的名声 高原皱眉 严巡对高原道 您放心 我自己欠的债 我会还的 说完 严巡扑通跪下 对着高原认认真真磕了三个头 他说 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还有再喊您一声老师的资格 严巡站起来 转过身 独自朝着山下走去 高原望着严巡的背影渐行渐远 直到看不见了 他才慢慢收回目光 他转过身 手轻轻搭在李胜利的墓碑上 两行轻眉缓缓留下 后来 严巡回到了县城 在别人的小诊所里面打工 高原每年都要南下几次 坐车的时候会路过那个小诊所 但高原从来没有进去过 每次只是通过车窗远远望上一眼 2002年 高原再度南下的时候 却看见那间小诊所正在被检查 大概冒进进出出 诊所老板不断在哀求 他老婆则指着严巡破口大骂 严巡狼狈地低着头不敢出声 当时高原在车上一掠而过 只是看到了这一幕 他并不知道前因后果 南下归来之后 高原去打听才知道 他们诊所因为症状不全被查了 现在 中医诊所营业面积要求不得少于300个平方 而且注册资金很高 没电实力根本搞不了正规的中医诊所 很显然 这个夫妻店小诊所并没有什么实力 老板老婆骂严巡也是嫌他没用 一点有用的关系都找不到 害得他们被查都没办法 又说严巡不肯好好为他们挣钱 就知道开便宜药 高原到的时候 严巡已经离开了 高原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年底的时候 高原接到万金良的来信 才知道严巡去了货乡 在一个废弃的牛棚里面 开了一个小小的中医诊所 看完信后 高原内心久久不能释怀 可最终也只能余下一声叹息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过年 高原打电话 让万金良给在牛棚行医的严巡 送了一碗饺子过去 但没让万金良说是他让送的 2003年2月10日 高原接到了何方的电话 老师过年好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说 高原应了一声 何方道 我们这边有医院出现了一个挺奇怪的肺炎 已经有不少医务人员被病人传染了 肺炎 高原微微一正 可疗 好 一行 好 优优独播剧了